239元意味的自助餐 是什么样的体验 前一天过山本的时候 看到这边有卖苏州 香格里拉酒店的一个自助餐 我看价格和它的分量还是挺合适的 所以今天就带家人驱车一个多小时 来这里品尝一下 好朋友们 现在我已经到了这边来了 没想到第一次吃自助餐 今天已经提前到了 然后这里面还没什么人 那我就简单带大家整体上看一下 这边都有什么菜 这是饮料和水果区 仔细看一下 大概有六七种的饮料 然后水果也将近有七八种 都切好片放在那个盆里面 所以可选的鲜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是海鲜区 大家看一下各种海鲜区 仔细靠近看了 感觉还是蛮新鲜的 然后有各种酱料 这是熟了的 就是各种小菜 也有海鲜 虾等等 然后这边都是寿司 就还在摆放过程中 这里都是稀释的各种肉 切好了一片片的 然后这是冷菜 凉菜 大家细细的看一下 就是种类还是比较多 然后这边是鲁味区 就这边具体我也认不出来 然后这是做粉汤面的 这种各种酱料油 调料等等 然后这边也是可以加的一些酸菜 这是佛调墙 正在加工过程中 然后待会会送 然后这也是做汤面的各种料 这边应该也是西式的做法 就是意大利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菜 然后这边是牛排 羊排 炒牛肉等等 各种烤料 然后这边也是熟菜 好像时间到了 我看那边有蛮多人已经去拿菜了 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很多人都吃起来了 这里蛮多人的 好多人的 看他们都拿了一些什么 有烧烤什么东西的 这里还有烤鸭 我们先拿点烤鸭 这里人也特别多 先逛一下吧 看了一下 反而真正在选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拿 就拿了这些点 就是海鲜为主吧 就感觉还是在牛排啊 肉那边排队的会比较多一点点 就先将就来吃一下 看一下趁我去拿菜的时候 我家人也拿了一些 这都是我们拿的 就是这个菜 我觉得还是很实在的 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 就他们说吃回本 首先我们要吃海鲜啊 尽量少吃肉 我都吃牛排什么东西的 牛排很多人在那排队 所以基本上就拿不上了 所以还是以吃肉 肉或者海鲜为主的 不过他这边做的肉 就红烧肉 很烂特别好吃 刚又去拿了点东西哈 这个是三文鱼 金枪鱼 然后有些海鲜肉片等等 然后这边是有一些烧烤 再尝一下 这应该是骨肉香莲 后期还蛮足的 挺好吃的 你别跟我带着这个东西 吃的真的有点饱了 感觉没办法战斗了 但是我后面这两个人 真的是好厉害的 感觉根本不可能吃回本 但是环境不错 带娃来吃比较放松 空间较大 不用怎么管 那今天就只要跟大家 简单做一下分享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